无糖饮料里的甜味剂会导致人们得癌症、白血病吗? 这里是知识TNT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无糖饮料为什么会这么甜 它的甜味来源于人工甜味剂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糕点、饮料和调味品中 那加了甜味剂的饮料有什么不同呢? 它们又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具有高甜度的特点 大多数甜味剂的甜度相当于折糖的数十倍至千倍不等 例如阿斯巴甜的甜度是折糖到200倍 因此只需极少的量 就可以达到令人满足的口感 其次甜味剂的能量非常低 它通常不提供能量或只提供很少的能量 因此我们在享受甜味的同时 减少了能量的摄入 这对于体重控制者来说是个福利 并且由于它对血糖影响小 高血糖者和糖尿病患者也可以使用 另外甜味剂也有益于防蛆齿 使用添加甜味剂的食品 可以减少因摄入糖而带来的蛆齿风险 并且木糖醇本身就具有防蛆齿的功效 那甜味剂致癌是真的吗 其实只要控制好摄入量 甜味剂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 以最常见的两种甜味剂 阿斯巴甜和木糖醇为例 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会致癌 首先来看一下阿斯巴甜 它可由身体代谢 被分解成天门冬氨酸 本饼氨酸和甲醇 天门冬氨酸 本饼氨酸是身体所需要的化学物质 这三种物质是我们日常食物中能找到 可以被我们的身体安全吸收的 所以阿斯巴甜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伤害 美国国立卫生院也进行了多项权威研究 都没有发现阿斯巴甜和脑部肿瘤 或者血液系统肿瘤有关 现在美国FDA把阿斯巴甜 称为研究最彻底的食品添加剂之一 2015年 欧盟食品安全局对阿斯巴甜再次评估 结果并没有证据显示阿斯巴甜会使人致癌 对于普通人群而言 每公斤体重40毫克的摄入水平是安全的 其次看一下木唐春 它具有改善肝功能 稳定胰岛素 防取齿减肥的功效 但是木唐春从理化限制上讲 是属于偏良性的 不易被胃眉分解而会直接进入肠道 食用过量会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可能引起腹部不适 胀气和肠鸣 以中国人的体质 一天摄入木唐春的上限大约是50克 所以只要注意用量就没有问题了 那万一甜味剂加多了怎么办呢 其实是不会存在这种情况的 首先前面已经说了 甜味剂的甜度非常大 只要添加一点点味道就很甜 加太多反而会导致口感不好 商家肯定会探索最合适的口感 其次就算多加了一点 也不必担心摄入过量 因为所有的甜味剂 在进行安全评估的时候 都留了很大的安全系数 正常饮用一般是不会有危害的 而且甜味剂也是有成本的 商家肯定会尽量减少成本 那可以放心的给孩子喝无糖饮料吗 美国癌科学会AAP认为 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糖的渗入 对于FDAP准的甜味剂 AAP也认为是安全的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实在想喝饮料 无糖饮料还是可以饮用的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 那就是本饼同药症患者 他们身体不能分解阿斯巴田里面的一种氨基酸 因此所有含阿斯巴田的食物 都必须在标签上注明警告标志 提醒本饼同酿症患者不能食用 不过甜饮料可能会让孩子养成喜欢甜味的饮食习惯 容易挑食偏食 而且如果喝太多无糖的甜饮料 也会影响孩子的饮食习惯和营养胜入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太多的饮料 不论是加糖的还是无糖的都要少喝 凉白开才是补充液体的最佳选择 好了 支持TNT已经耗尽 关注我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